今年歌歷菜大廚家的小情家 先看一名菜籠 因为这区的歌歷菜 这份一百的荣耀 没想不好 没想到没想到 歌歷菜的小白出汽 因此一位台中的直播主 林阳俊 曾经这个消息一后 北下整个歌歷菜园 当完自己的完工菜收 接下直播的粉丝 做会做工业的帮助浪民 你在直播买出汽的歌歷菜收入 也从不看后留在团体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计划就收入 义务上的去帮忙他们卖农产品 这是常态性的 我们一直在常态性的做这些事 在上话 在上话 刚刚刚有这个讯息 刚刚这个人就在线上一直常打广告 你们有在看直播之后 那个人常在线上打广告 那我们就看到 我说整个包包 我做完工啊 做朋友 做完工啊 慢慢来 帮你们吃 直接带员工拔一拔去你们吃 割一割啦 要说割一割啦 不用钱啊 凯成 直接过来就好 不用钱啊 不用钱啊 不用钱自己拐啊 一割锅菜二十块 直播 烦烧的费用 将专手关火流水探队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记者陈家生 闲话哭菜好不报的